OK 那 那 哦 對對對 是 是妳 OKOK 好 那我對於這一題的題目啊 我自己是認為說 要對大家都好的事情 才算是美好的事情 如果你堅持某一件事情 它最後的結果受益的只有自己 那種東西叫 那種堅持我覺得叫做自私 就是至少你要有一個單位 例如說對一個家庭是好的 對一個團體是好的 對一間公司是好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堅持才是有意義的 嗯 只是在評估那個平均值 是比較難的 有時候 對不對 當然還是要也就是 大家 大家 只是看小壞的 但有時候可能 比如說我們大家決定一件事情 這樣子走動 跟有一個人 他的 價值觀 跟大家比較不同 那那個人 有時候 他就是會 稍微努力 努力掙扎一下 對不對 因為常常 常常就是沒有辦法 讓所有的人都好 有時候 那我們只要是取 方向正確 大家都好 嗯 就是一個 算出那個平均 叫最大公約數 就應該是差不多 那我講一下好不好 其實 因為 比起來的話 我就是有點年紀嘛 跟你們 那就是 呃 人啊 或者是社會歷練 有一點 那麼 我個人覺得 最美好的事 是吧 是 驚奇 就是往往你堅持 最好的路 或是你認為 好的方向 然後譬如說你 呃 那個 叫做社會道德嘛 然後 守法 的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你這樣堅持下去的時候 他就是會有一個驚奇 讓你說 啊 你做的是對 這個時候 我覺得最美好 就是說 往往有時候 我們會一直在堅持 在做某件事的時候 你 不知道他會有什麼機會 可是他 有時候突然來一個東西 就覺得 哇 很爽 你們應該都有這種經驗 有這種經驗舉手 這樣 我看 有 沒有 突然 你們都沒有嗎 就是在工作的堅持過程中 有一天突然覺得 欸 這還不錯 有沒有 你們有那種感覺 都沒有 好 都沒有 應該是有 只是現在想不起來 對 我是說有這種經驗的 這種感覺的 就說 欸 這樣 不錯 有嗎 都有 我沒有人家叫你們說例子 是吧 就是有時候會突然覺得說 欸 這個東西怎麼回饋到我 欸 我只有回饋了 有沒有那種感覺 而且它不一定是加薪對不對 它不一定是加薪 而是說 你做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欸 我發現我好像 不一樣 有沒有 成長 好 好 下面呢 嗯 第二個問題啊 就是 其實有一點延續第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要如何讓你覺得美好的事情 你心目中的那個欲望 變成正面的能量 對 變成正面的能量 對 變成正面的能量 嗯 我懂 你就譬如說那個小男孩 對 那怎麼樣 他要怎麼轉化 就是說 欸 我丟掉 對 對 喔 這個 這個這樣聽得懂 這個問題 我想 覺得是說 你當下所放下的 這一些欲望 那你 可能再走 走 再往前走幾步 或是說 再走久一點 那你看到的東西 可能會覺得更美好更好 那這個正面的能量 就是說 那我如果一直停留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直是看這片的東西 那我就不知道他往後的路 有多麼的美 跟多麼的那個漂亮 那讓我去 跟你成長或是 這類的地方 有 就是捨棄 對 你捨棄先眼前的東西 然後看遠一點 嗯 好 是不是 捨棄 全日 哇 就是 所予 望 有沒有這邊的力量 那我 自己 這個話 我會去 思考 就是思考 是否會 會預設發展成什麼樣的結果 那就是會持續的去做判斷 然後有正面的力量 然後如果選擇放棄的話 那就是可能會放手 就是要去評估 我是有寫到評估兩種字 可是你聽起來有點像好像精算過 對要先設想 你會去精算 也是精算以後然後去淬煉篩選這樣 對 好 欲望 我覺得先要有個正確的目標 正確然後是對自己有幫助 我覺得這個欲望就是值得我們去花大量的努力去完成 對 因為欲望代表雷 呃 代表著貪婪 對 所以有時欲望 假如目標不正確的話真的會走偏 所以說我覺得目標是要正確的 然後是對自己有幫助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把目標搞清楚 然後中間的過程就犧牲掉自己的思慮 對 然後就努力去完成 享受那個 那一段過程 去努力那一段目標的過程 努力達到目標的那個中間的過程 對 OK 我的部分也是可能就是也是評估出我的目標一二三 然後每個階段看哪一個是首要 我比較重視的 再去設定我要達到的目標跟程度 然後再往下繼續這樣 你現在是講工作還是講認識 都是啊 可是你比較重視的不一定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我會考量現階段 我需要可能第一優先的是什麼 喔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比較重視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評估過 對 哪一個是什麼 OK 我明白 好 先一段過 那就先這樣